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罪务法规与实物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介绍的罪务法规与实物 那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各类所得 这个是个人中的所得 各类所得 那这个讲页部分在第六章 那这个 这一堂课会分成八类 分成八种类型来去讲 第一种是盈利所得 第二种是劳务性所得 包括薪资跟执行业务 再来利息所得 租赁所得跟权利金所得 再来农民一部所得 再来财产交易所得 再来竞技竞赛跟机会中奖所得 再来退职所得跟最后的其他所得 那先跟各位谈 为什么 为什么要分成这十类所得 中后所得 所以不是就是各类所得全部加起来加总 那为什么还要再分类呢 它其实是有四个原因 四个目的 第一个定义各种来源所得 各种所得来源 第二个 那限制部分所得类型不能减除成本费用 不能减除成本费用的呢 就是薪资跟利息 好 再来呢 给予部分所得享有较多的免税优惠 例如说退职所得 再来奖励人民从事研发著作跟投资的活动 例如是财产交易所得里面的 证券交易所得 还有包括是执行业务所得里面的 这一个演讲 稿费 享有18万的免税的优惠 那再来先跟各位谈第一个 盈利所得 盈利所得 盈利所得的话呢 第一种就是股利 你投资一家公司所获得的股利 这股利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现金股利 一种是股票股利 股票股利就是你拿到的股利呢 并不是拿到现金 你拿到的是一批股票 那这批股票怎么计税呢 是以股票的面额来算 通常来说是一股十块 那如果是你拿到是现金股利的话呢 按在两岁合一底下 综合所得税跟盈利事业所得 两岁合一底下 你拿到的现金股利 会内含着你所投资的公司 他所缴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那如果你税率比较低的话 你反而拿了股利 还有退税的效果 如果公司所缴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比较多的话 你反而可以退税 好 再来第二种盈利所得 是合作社员所获配的盈利总额 就是你参与一个合作社 它可能是一个消费合作社 那这个消费合作社 这个每年盈利的一个结果 来分配给社员 这属于盈利所得 再来合伙跟独资 合伙跟独资 合伙人从合伙的盈利事业 所分配到的盈利 那独资 那独资盈利事业的资本组 他自己这个独资事业所赚的钱 例如说两个人一起合伙开一家公司 对不起 两个人合伙开一家 这一个餐厅 这家餐厅呢 如果一年赚了200万 这200万的话 按照出资比例 如果是50% 50%的话呢 那就是在年底的时候 有这两个合伙人平均分摊 那就是自己各自申报 自己的盈利事业 盈利所得 盈利所得 再来第四个是 个人一时贸易盈余 个人非经常性的 进行物品的买卖 所获得的利润 可按出售金额的6% 存益率计入综合所得 这一般来说的话呢 最常被用到的就是 食荒业者 就是在路边捡破烂的 收破烂的 那这部分就常被定义为 是所谓的 个人一时贸易盈余 那科学方式刚才提过 如果你今天 这个一年累积 卖了50万 那你的这个所得额的话 就50万的6% 3万块钱 计入你的综合所得总额 再来第二个 要跟各位谈的是 劳务性所得 就是提供劳务获取代价 提供劳务获取代价 那就是执行业务 跟薪资所得 其实执行业务 跟薪资所得 在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薪资所得 没有办法减除成本费用 只有适用 齐头性的 这个薪资所得 特别扣除了 以99跟100年度来说 是10万4千块钱 那我们先看 执行业务所得 第一个执行业务者 是要什么样的资格 第一个专门职业人员 更重要的是 独立营业并且支付风险 独立营业支付风险 向客户收取的报酬 就是所谓的执行业务所得 那在实务上面来看的时候 就一般的时候 律师 会计师 记账室 这都属于专门职业人员 但是律师 会计师 记账室 有这些执照的人 他受雇于大律师事务所 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 虽然他有执照 但是他是接受了 这个合伙人的指挥 或者是老板的指挥 所以他赚的还是薪资所得 因为他还是没有独立职业 那相信各位同学有 这个有看报纸的话 应该知道说 前一阵子都有在吵 这个演艺人员 模特儿到底他的收入 是一个执行业务 还是一个薪资 那这个法院的判决 都是认为是说 今天这个模特儿 跟这个经纪公司有签约 那经纪公司有提供他一些 这个服装啊 或者是这个接 接览这个业务的一个活动 所以就认为这些模特儿 不管是名模还是小模 都算是领取薪资所得 这是实务上的一个看法 那再来看呢 执行业务者的所得 怎么去计算 那执行业务者 他有设账的义务 至少要准备日记账 那凭证跟账策 至少要保存五年 好 那如果你有保持账策的话呢 你就可以主张 何时克税 按照你实际的支出花费 还有你实际的收入 还算算说 你实际的执行业务所得 是有多少的 好 那这个执行业务 所得的计算 如果有 完整的齐全的账簿 就可以减除掉 直接必要费用 那再来呢 如果你账簿不齐全 不想提示账簿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 可以按照你所服务的类别 来去设算你的所得 以这个会计师记账士来说的话呢 你可以用委托报酬总额的七成 做你的所得额 所以这个叫做推计科税 再来呢 是薪资所得 薪资所得 薪资所得的话 一般来说呢 是源自于民法上面的雇佣契约 所获取的一个代价 民法上的雇佣契约 所获取的一个代价 那特色刚才讲过啦 它其实是不能够减除成本费用的 就用齐头性的 十万四千块钱的 这个薪资所得 特别扣除额 那在计算上面来说的话呢 它是属于 毛额性的 计算收入 就是以在职务上 工作上取得各种薪资收入 作为所得 不管你给付的名义 是什么 不管你给付的名义 是什么 那包括呢 是薪资 薪金奉纪 工资 津贴等等之类 避免 雇主来 巧立名目 假如说今天我不发薪水 或是我薪水呢 发一部分 但是大部分呢 用什么 用红利 用什么 补助 然后来 规避我扣角的义务 还有规避你的纳税义务 因此呢 所以就是把它做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定义 好 但是呢 如果是为了雇主的目的 所支领的差旅费 日资费 这些呢 还有加班费 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 不做薪资 那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 像差旅费 公司派一个员工去国外出差 例如说去东京 那他去东京的话 会有一些额外的住宿费 额外的饮食费 这个是由公司负担的 那不超过政府所定的标准 那就是属于 是免税的 例如说 今天政府规定的标准是 每天支差旅费 不得超过315块钱美金 这个你如果给付的 没有超过这部分 就属于免税所得 再来呢 加班费 46个小时 法定是46个小时 你如果每个月给的加班费 不超过46小时的话 这部分是属于免税的 所以说我就有一个医生朋友 跟我讲 他们医院都给了他们 不少的加班费 让他可以合理的 去少缴一些税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就先讲到这边 等一下继续介绍 租赁所得 谢谢 再来要跟各位介绍 租赁所得 利息所得 跟权利金所得 这三类所得 都有共同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是使用东西 所付出的代价 所付出的一个时间的代价 以利息所得来说的话 就是使用别人资金 所支付的代价 租赁所得 就使用他人的不动产 或是动产 所支付的代价 那权利金 就使用他人的智慧财产 所支付的代价 所以这三类所得 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先讲利息所得 利息所得包括 公债 还有呢 这一个有奖除序的 这一个中奖的奖金 这个超过除序额的部分 视为存款的利息所得 例如说现在有奖除序的中奖金 就像是军人除序奖券 每个月开奖 你买他的这个除序奖券 还可以中第一 才有机会中第一特奖 是六万元 这部分的话呢 是属于利息所得 再来 这个短期票券 一年以内到期的国库券 可转让订存单 银行成对的汇票 这些短期的债务凭证 那是属于 这个所获得的一个利息 也是属于利息所得 但是各位要特别谨记的是 在96年起 这些短期票券所生的利息 是适用10%的扣缴率 分离课税 那换句话说 你今天买了一个短期票券 你主要说利息是10万块钱 但是你不会拿到10万 你会拿到9万块钱 因为呢 他已经先扣了10%的 这个扣缴 那你今天10万元利息所得 只拿到9万扣缴了1万 那你这9万 就算已经是缴完税的 已经是完税的 不再记录你的综合所得 所以对于这个 非常有钱的 这个富有的富人来说的话 他们就很喜欢去买这一种 这个短期票券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编辑税率是40% 他如果买这种分离课税的 实质税率才10%而已 所以对他来说 有很大的一个节税空间 那再来呢 是邮局的利息 邮局的利息分成两种 一种是存部的储金 另外一种是 这一个定存的利息 那如果是存部储金的话呢 是免税的 那就是存在邮局的话呢 这个存部的储金的利息 是免税的 但是我老师也要跟各位强调啊 这个虽然是免税 但是现在以今天来说的话呢 邮局存部的利息呢 是千分之三 而且呢 这个存款超过100万以上 就不再支付利息 所以你存100万 200万甚至1000万 最多一年也只有获得3000块利息 虽然少 但是它是免税的 再来 租赁所得 租赁所得是出借自己的 动产或不动产 供他人使用而收取代价 凡以财产出租所获得对价 都是租金的所得 那还有包括呢 像是出点 财产的出点 还有包括是 设定用电权跟地上权 所取得的所得 当然它的形式都是 你的财产给人他人使用 所获取的代价 所以都列入租赁所得来去 课税 那租赁所得的计算 分成两种方式 一种是核实课税 另外一种是 这一个按照布办标准来去推计 先讲核实课税 那核实课税的话呢 就是你减除必要的费用 可以减除必要的损耗跟费用 例如说你今天 这个出租一栋房子啊 那这栋房子 你买进来 状况很差 你请人家打扫粉刷 然后出租出去 一个月 这个租金两万 一年收二十四万 但是呢 你这一个二十四万的租金收入 你可以减掉 你整理粉刷的费用 假设十万块 所以你就可以申报 这个只有申报这十四万的 这个租赁所得 那这一个 当然你要主张 核实列报必要的损耗跟费用 你就必须要准备 相关的凭证 当然不可以空口说白话 那如果你相关的凭证不够 你还是可以列报 这时候你就是按照 不搬标准 那不搬标准的一个 列报的必要损耗的费用的话呢 现在呢 是适用以租金收入的43% 43%去做你的必要的损耗跟费用 那再必须强调是 如果你是出租土地的话呢 是不适用43%的不搬标准 而是只能减除地价税 做你的成本费用 所以这是不同的规定 再下来呢 无偿的借用会被推定租赁科税 这个部分 这个很多纳税义务人都不太清楚 以为说今天我有两栋房子 一栋我没再住 所以我就把它借给朋友来住 或者是借给朋友来开公司 那因为朋友呢 他有一些 他有个理想 他也想要创业 所以你就把不用的房子 借给他来创业 那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 这个所得税法呢 为了避免 这个私人之间 假借无偿借用的名义 来去规避租赁所得 所以他就特别规定 你主张无偿借用 你要举证 怎么举证呢 去公证你的无偿借用的契约 那如果你借用的对象 他是拿来开公司 或是开执行业务 或是执行业务 是做营业使用 那如果做营业使用的话呢 那纵使是无偿 还是要设算一笔 这个租赁的收入 这个要特别注意 再来呢 如果约定的租金过低的话 集中机关也有权利去调整 这是规定在所得税法 第十四条 第五类的第五款 如果约定的租金过低 比如说一般常情来说 这个一坪呢 这个一坪呢 是约定 当地都是 一坪呢 每个月是两百块钱 但是你竟然约定一坪 只有五十块钱 所以那就是显著的不合理 那可能内涵的是说呢 这个低报 这个租金低报的一个 嫌疑在里面 所以集中机关就可以按照 当地的一般标准去调整 去调整 好 再来呢 权利金所得 权利金所得 如同刚才所强调 他是把租专利权 商标权跟著作权 把他的一些这个 智慧财产权权 去提供他的使用 所取得的一个对价 那计算上 当然可以减除成本跟费用 再来要跟各位谈的是 农林一木所得 农林一木所得 今天呢 这个农林一木矿业 这个所得 就是像自立耕作 或者说自己去造林 去砍树 在自己的土地上造林砍树 或者是你养鱼 或是捕鱼 或是你是养牛 这一个 这个挤牛奶来卖钱 这属于农林一木 这些所得 那这类的所得呢 的收入呢 是可以减除到必要费用的余额 但是呢 现在呢 这农林一木所得 财政部是颁布一个费用标准 这费用标准是 设算100%的成本费用 换句话说呢 你的收入 假设今天有个 有个 有个 这个农民 他种了 这个一公顷的稻子 一甲的稻子 那这些稻子呢 他们拿出去卖 卖完了后 假设是卖了50万 假设应该没那么多 大概是只有 20万元左右 这20万元的 稻谷的收入 那他的成本费用是多长呢 就是20万 所以他是100%的成本跟费用 那当然原因是说财政部是体恤 这些农林渔木 这些农民跟渔民生活辛苦 所以就给他免税的一个待遇 实际上免税待遇 另外一个也是因为说成本查核很困难 而且金额不高 基于基增便利 所以给予一个100%成本费用的射算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非常重要的财产交易所得 财产交易所得的话呢 是指这个个人 把他自己的财产或者权利 与他人进行交易或交换 所获取的一个财产的增加 所获取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增加 常见的动产 财产交易所得 这个有很多个类型 那在讲义里面都有提到 那这个最常一般人会问到的 就是黄金存责要不要课税 当然要课税 它是一种动产 它是一种动产 还有包括市金 你的交易黄金存责跟市金 都是要去课征财产交易所得税的 那更不要说是名画珠宝古董之类的东西 这个部分也是要诚实申报的 再来很多人也有疑问的 就是在预售屋的部分 在预售屋的部分 预售屋它的内容 它并不是不动产 预售屋它不是不动产 在盖好之前 它并不是一个不动产 盖好之后它才会不动产 所以在完工之前 你把预售屋卖掉的话 你买卖的是将来登记为房屋土地所有权源的权利 所以你买卖是个权利 因此你买价跟卖价之间的差价就要课征财产交易所得税 好 再来是不动产交易行为的课税 不动产分为土地跟建物 建物还可以分为违章建筑 那土地的部分的话 属于免税的 因为现在是课征了土地增值税 再来建物的部分 跟违章建筑都是要去课征财产交易所得税 那它的课税方式有分为减除必要成本费用 或者是按照布班标准来去课征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核实认定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 是要以交易时候的成交价格 减掉你买进的价格 还有你在这段期间之内 为了这个建物所支出的一些代价 比如说整理 粉刷这些 还有甚至是房屋税 都可以去把它减除 在核实认定的一个情况 但是大部分的人 在进行不动产的交易的时候 大部分并不是采取核实课税 而是按照布班标准 那财政部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标准 是按照房屋平定限制来去设算 你的财产交易所得 以今年来说的话 以百年度来说的话 这个台北市是按照房屋平定限制的 百分之42 板桥跟永和的新电区的话 在新北市的部分是按照28% 那以这个信誉区来说的话 当然是以42%来说 像以这个老师的房子来说的话 老师的房子的话 这个因为是比较旧 所以房屋平定限制只有8万块钱而已 如果他老师把房子卖掉的话 只会算一笔 这个按照这个平定限制来算的话 只会算42% 所以说只会算是赚3万块钱而已 所以这是在现在的不动产 科学制度上面大家必须要去了解的 再来呢 要跟各位谈的是竞技竞赛跟机会中奖的所得 那我们常常看到是说 有一些这个外国的跑者 会来我们台湾参加马拉松比赛 那他们来台湾跑步所赚到的这一个 这个奖金的话呢 也属于中华美国来源所得 是应该要扣角的 那一般人最常会用到的机会中奖 并不是这个或是竞赛呢 而并不是这个私人举办 而是政府举办的 像是彩券还有统一发票 例如说你今天购买一个公益彩券中奖 超过2000块钱的部分 那是要按照20%去扣角的 那缴了20%之后就分离课税 就不再记录综合所得 那当然你已经缴了税也不能够 这个来去申报或是扣角 那以举例来说的话呢 就是如果是低于2000块钱的部分呢 也是属于免扣角 也免记录所得 所以说如果像现在是 这个公益彩券的最低的奖项 是200块钱 所以你中了200块 花50块钱去买 中了200块 那这200块是属于免 实质上是属于免税的所得 那如果你今天运气非常的好 中了投奖 投奖2亿元 那你不会拿到2亿元 你只会拿到扣角之后的1亿6千万 因为20%扣角之后有4千万去 这个直接扣角掉了 这几副时直接扣角掉 那你这1亿6千万 扣角之后的投奖的彩金 1亿6千万 就属于已经缴完税的 所以不会再跟你的其他所得 再合并去计算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另外关于统一发票的部分 统一发票财政部也把它解释 解释说是属于一种机会中奖 而且是政府举办的 因此如果你今天 很勤劳地再去对统一发票 你如果中了1000块以下 比如说200块500块 这个实质上是免税的 然后你运气很好 你对中了千万元的投奖 那这千万元投奖的话 你会扣角20% 然后800万的部分的话 就已经算是因税 已经缴完税了 那就不纳入你的综合所得 所以统一发票 也是用政府中奖 再来的话 要跟各位谈的是退职所得 退职所得 是指个人领的退休金 资钱费退职金 离职金 终生奉等所得 那这类的所得 分为一次领取跟分期领取 适用不同的计算标准 而且必须强调 这是非常优惠的计算基准 那如果以一次退来说的话 现在的规定是 以16.9万乘以的退职服务年资 例如说你30年 20年的年资就乘以 这样的 那如果是你年资乘以16.9万 这部分是属于免税的 那如果你是16.9万到33.9万 乘以这个退职年资的部分的话 这是属于半数课税 属于半数课税 那如果你超过33.9万 乘以你的服务年资的部分的话 那这一个部分 这个最上面的这个部分 是属于全数课税的 那如果你是采取分期退的话 分期退的话 这样大家很多公务人员 或者退休的老师 都采取分期退 那就是看到你一年 领取的金额减掉73.3万 剩余的部分才是叫做所得 那我们以个实例来说的话 有一个假设 有一个会计师 他从任职30年的 会计师事务所退休 领了一个退休金2000万元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分成三个部分来算 第一个是16.9万 乘以30年的年资 那是507万 这是部分属于免税的 再来是33.9万 跟507万之间的 这个乘以30年年资 这507万之间的部分 是半数课税 这部分是只有255万课税而已 然后再超过 1017万就是33.9万 乘以30年年资的部分 这部分是有983万的部分 所以983万再加上 225万总共是1238万 这要磕税 那换算起来相当于 762万是属于免税的 这个其实是相对应的 是比较优惠一点 更不要说是 这个如果是分期退的 你每个月领退休金 领退休金 退休金的 那你一年如果领百万 减掉73.3万 你只有26.7万 要记录你的综合所的课税 那如果你的抚养亲属 比较多一点 那也是免税的 相对起来的话 百万的薪资所得 要缴的税 可比退休的人员多很多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得税 非常非常优惠 退休人员的一个税值 这个我们可以思考 它的一个合理性 是不是在今天 还有它的一个必要 再来最后部分 就是其他所得 那其他所得的话 是不属于所得税法 第14条 前面各类的其他所得 但是呢 它还是有负担的一个能力 所以它还是适应 所谓收入减掉成本费用的 一个原则 还去计算它的所得 那实物上最常见的 这个其他所得 例如是违约没收定金 那今天买卖土地 或不动产的时候 双方谈妥条件 会收一笔定金 那这笔定金 如果这个违约的话 他方却没收 那没收这笔的话 就是会被归留于其他所得 那再来呢 就是耕地成租人 这个在耕地 被征收的时候 所领取的一个补偿费 这部分也被当作其他所得 再来呢 经营补习班 托儿所 还有这个疗养院的收入 也是属于其他的所得 当然是应该要去申报 所得税的 那今天的课程 就介绍到这边 那谢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